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卷卷 今天这期节目我要来跟大家聊到 在美国吃海鲜的时候最常见的三种海鲜蘸料 并且教大家怎样来制作这三款海鲜蘸料 第一个是tartar sauce 第二个是cocktail sauce 第三个是garlic aioli 我们先来说tartar sauce,塔塔酱 塔塔酱的基底它是蛋黄酱,柠檬汁,酸黄瓜,还有各种香料 不同的国家在做tartar sauce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方法 就比如说英式英国的tartar sauce 它在制作的时候不一定会添加酸黄瓜 它也可能会用到酸豆 但是在美国的话,我们这边一般都是用pickle 或者是pickle relish pickle是酸黄瓜,那pickle relish是酸黄瓜酱 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制作的时候都会选择这种relish,酸黄瓜酱 这个是我先前在家里面制作的tartar sauce 通常情况下,美国家庭制作的tartar sauce 里面的香料可能会用到dill,食螺,parsely,小葱 或者是chives,小葱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dill,食螺 所以我在选用pickle relish的时候 我选用的是dill relish 我来把那个瓶子给大家看一下 顺便把制作cocktail的horseradish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柠檬汁是在制作这三样海鲜蘸料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个原材料 这是用罐子装的,你在购买的时候可以看到relish pickle relish就是酸黄瓜酱 它是一种碎末形状的酸黄瓜,就不用自己去切 我这个风味的是dill relish,食螺风味的酸黄瓜 当然了你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购买sweet relish 就是甜的酸黄瓜酱,或者是原味的relish,原味酸黄瓜酱 还有这个乌斯特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个单词我一直都说不准 因为你会发现美国人他自己都有时候说不准这个单词 很多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叫法 有个人叫Worstashire sauce,有个人叫Worstashire shire anyway,不管怎样 大家见到这个比较长的这个Worstashire sauce 就知道这个是乌斯特酱 它是英国酱料型调味,味道酸甜,带有微辣,成黑褐色 在制作这三款酱汁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用到这个Worstashire sauce 因为这三款都是海鲜蘸料嘛 所以有一样东西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就是柠檬汁 柠檬汁具有去腥、开胃的作用 跟海鲜搭配的是非常的完美 另外就是这三样都含有盐跟黑胡椒粉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具体的怎么来制作tartar sauce 做tartar sauce,我们需要半杯的mayonnaise 半杯的美乃滋 1 1 2 1 汤匙的dill relish 挤半个柠檬汁 挤半个柠檬的柠檬汁,大概也是在1 1 2 1 汤匙左右 1茶匙的dry dill,就是1茶匙的干石螺 你也可以用新鲜的石螺 4 1茶匙的盐 4 1茶匙的黑胡椒 2 1茶匙的Worstashire sauce 混合均匀 这就是我们的tartar sauce 把它放入冰箱冷藏 一个小时之后再食用 好了,这个tartar sauce呢 就是我自己个人配方 当然了,你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些调味香料 只要万变不离其宗 它的基底不变 也就是蛋黄酱,酸黄瓜,柠檬汁,盐跟黑胡椒粉 在美国tartar sauce最常见的用法是用于做各种炸海鲜的蘸酱 炸鱼块,如果说你喜欢把它用来做炸鸡块的蘸酱,炸薯潮的蘸酱 只要你喜欢都可以 那与tartar sauce相似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garlic aioli sauce garlic aioli sauce它比tartar sauce要来的浓厚一些 所以这个garlic aioli sauce有时候可以把它做成面包 或者是在三明治上面一些涂抹酱 相比较tartar sauce,我们的garlic aioli sauce 除了没有酸黄瓜之外,它的基底是一样的 同样的就是蛋黄酱,柠檬汁,盐跟黑胡椒粉 那我们这边说到的garlic,那就是大蒜 接下来大家来看一下怎样子在家里面制作garlic aioli 蒜蓉蛋黄酱 garlic aioli sauce是我最喜欢的一个sauce之一 所以今天我们要多做一点 我今天用到一杯的mayonnaise 五到六个蒜瓣 接下来我们要用工具把蒜瓣压成蒜泥 你也可以把它倒成蒜泥 为了让它的蒜味更加的足 我还会加入一茶匙的蒜粉 半茶匙的盐 半茶匙的黑胡椒粉 一汤匙的柠檬汁 再放入大概一汤匙的olive oil 调和均匀 这样子我们的garlic aioli sauce就做好了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之后再食用 好了 这个蒜蓉蛋黄酱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款酱非常适合用来蘸crap cake 就是蟹肉饼 或者用来蘸炸鱼块 最后我们要来说的是cocktail sauce 区别于tartar sauce和garlic aioli 它的基底是番茄酱不是蛋黄酱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 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 特别适合于各种虾类 它的基底是番茄酱 ketchup lemon juice 柠檬汁 horse radish 辣根 大家在买horse radish的一定要买这种碎末 你可以买那种整颗的horse radish 但是买回来之后处理肯定要麻烦一点 没有这种现成的碎末方便 然后再加入一些盐跟黑胡椒粉进行调味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加一点 hot sauce 辣椒酱 或者是茶艳辣椒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怎样子来制作cocktail sauce 做一份cocktail sauce 我们需要二分之一杯的ketchup 番茄酱 关键来了 我用的是creamy style horseradish 我们需要运到一茶匙的horseradish 取半个柠檬的柠檬汁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四分之一茶匙的黑胡椒粉 二分之一茶匙的worseradish sauce 喜欢吃的更辣一点的可以加一点hot sauce 搅拌均匀 把cocktail sauce放在冰箱冷藏一个小时之后再使用 好了 因为我们的cocktail sauce里面是加了辣根horseradish horseradish吃起来有点像芥末 但是呢又没有芥末那么的辛辣和呛鼻 所以这款家庭制作的cocktail sauce 它吃起来是甜的酸的辣的 又有一点那个辣根的刺激腥味 跟各种虾类搭配起来非常的完美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了 我已经介绍完了 怎样的在家里面制作这三种海鲜粘料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记得帮我点赞关注并且收藏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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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